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关于施肥呢 大家注意几个事项 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观察植物的生长状态 植物停止生长和减缓生长的时候 大家就要停止肥料了 因为呢 你像养花 它是光水土气肥 肥料是最末尾的 肥料是最末尾的 是 就像人吃饭一样 你看人活着 首先你得有空气是吧 首先你得喝水是吧 吃饭其实是要 这个东西你半个月不吃饭 人的生理极限还能扛一扛 熬以后喝点水不至于嗝屁 植物也一个道理 你看植物呢 它是一个月才吃三顿饭 所以说你一年不吃肥 植物没什么事 所以你要关键点在于哪呢 观察植物的一个形态 或者说你根据温度来 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 基本上都停肥了 就是可以说基本上都停了 90%以上都停了 低于15度的时候 90%的植物它是停止生长了 不过 你像有些个菊花它还在长 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事 一般我跟大伙说 施肥你就看515 15度的时候 看植物的长势 基本上停了 你就停肥 5度是一个临界点 它肯定是停肥 就别再嘎嘎地用肥了 这是温度的这个事 第二个是 关于大家施肥的这个用量 你可以尽量少用 没事 肥料一回不行 你隔一个礼拜再用一回 你坚持 它肥料不用说一口吃成的胖子 你像我大舅子400多斤 它不用说一口就吃这么胖的 它吃好多年 猪吃料长这么大 明白了吗 我说你一定要盖它这个点 一口吃不成胖子 这就是说吗 少吃多餐 薄肥勤丝 你少用点反正木家事 第三个事 就是关于这个花盆里边 放一些个肥料 你比方说放一些个缓湿肥 或者底肥的时候 要卡的这个时间段来 为啥这么说呢 因为到以后天气冷了 大部分的植物也就停了 停肥了 你如果说用的很多了 它在盆里边时间长了就会上花 你还记得咱们强哥跟强哥的母亲 那两份自止花吗 看看一下 下边用的肥料啊 我看了一下 花了多优质颗粒控制肥 肯定是有 然后又用了一个不知名的肥料 然后又用了这个会玩的被麻地丝 看到吗 就很多这种缓湿 你像这种到了冬天啊 他们家里边如果说够暖不够的话 这个植物就开始发黑了 因为它不生长了 不吸收了 时间长了 就像 你像咱们吃过腌黄瓜 它不时间长了 泡的那个黄瓜都腌出水了吗 它因为肥料 它都是一些无稽盐类的 所以说也会给腌黄瓜一个道理 把植物给烧坏了 你得盖它这几个点 第一个呢 看植物的长势和温度 第二个呢 尽量的少用 第三个呢 冬天了 还是观察一下自己的这个肥料 这里边是吧 正常15 25度之间 所有的植物都在生长 你管它冬不冬天干什么 还有南方的花油 我一说冬天了 咋的呢 你们南方有冬天呀 臭宝真大事 要不说 记得点个赞 先让我听到可以四面留言 我是老花一 点花最小一 白了